這裏是一個公司 潘磊圖的公司 出了一個聲明 說他沒有在這裏持有股份 就是說制裁跟他們的公司是無關的 那其實是無關的 其實我們在制裁的政策裏面 一個公司和一個被制裁人士是無關的 是有幾個因素去看 第一 究竟那個被制裁人士 是否公司的董事 或者高級管理人員 或者他是在公司裏面持有一定可以操控到 決策權的股份 其實雖然他說是沒有股份 但是我們都可想而知 他是不是董事 當然我們都可以在不同的公眾資訊查詢 甚至乎他是否在公司相對有一個影響力 或者他是有一定的權力在裏面 可能在管理層裏面 其實這個都會觸發到 該機構會不會被美國制裁的其中一個主要因素 因為安樂公司還在今年3月份發了2.7億多 去美國去收購一家公司 如果真的鄭若驊被制裁 這一家公司和美國之間的交易會不會受到影響 根據制裁的政策 如果安樂公司在最後都是因為和被制裁人士的關聯人士 有一個關係的時候 其實那段交易都不能夠成功 有一個關係的關係的關係 我也有很多關係的關係 所以他就是熾過僕們 他在美國的關係 因為這部分間沒有那些關係 就是把自己的關係 因為我走了在國際上 有一個關係 因為我們可以走了 據聞就已經在廣東省 其實你覺得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求證她的具體 但是第一 林鄭到現在她們不出來交代 還有她們的家人 或者會受到什麼影響 你自己怎麼觀察 其實就雖然我們沒有一個確實資料 知道林鄭月娥的兒子是不是在哈佛回到香港 或者其他地方 但是我們可以根據制裁名單的一個制裁政策 其實就是被制裁人士和她的關聯人士 正如我之前所講的 她的伴侶 她的直系親屬 子女父母 其實都需要被制裁 其實如果她的兒子還在美國大學讀書的時候 其實該大學都不能夠再跟她建立任何關係 當然學生和學校是一種關係 我很相信其實就算我們沒有資料得知美國大學 是不是真的踢了林鄭月娥的兒子出校 但是我相信這個是一個必然的事實 但是如果有些人說可不可以由她去上學的 那就要看一件事就是究竟 遙距課程的舉辦的單位是屬於哪個單位 如果是跟美國有任何關聯 不知道是名校也好 不名校也好 同時有任何的美國的大學 美國的企業 或者美國中間的一個叫做agent 去連結到這個課程的話 都不能夠去參與 嗯 那這個一個高官裏面 還有一些是大陸的高官 包括陸惠寧啊 其實他們會不會在中銀那邊 或者拿錢那裡有困難 其實客觀那句呢 就是無論是在香港 還是在中國內地的一些中資銀行 其實都是如剛才所說的 如果要做美金生意 就要守美金規矩 我們簡單一點說一句 如果她不守美金規矩的話 那跌回了她就要承受 就是要沒有了美金生意的一個後果 那當然我知道的 這一兩天我都跟那些 曾經都在一些懂得中資銀行工作的中高層 其實他們都很涼難 在這個很大的壓力裡面 當然我很相信 其實他們的看法都是要根據美國的政策的 但是當然我想正如剛才所說的 金管局就擺了銀行上桌 令到他們受到很大很大的壓力 連中資銀行 因為他們一定是要聽政府的話 那他們怎麼去應對呢 其實這些東西就真是中資銀行 我想他們很大的將力 就是究竟她要聽黨的意思 還是做生意下去 能不能夠聽完黨的意思 又可以做到美金生意 我相信大家就 可以想言之就沒有兩全其美 就是美國去得這麼高 調適一個制裁 你不聽她說 一定有很大的制裁 所以現在的情況就是 我們都會這麼說 考驗就來自於中資的高層了 究竟她放尺放在哪裏最後的結果 就是他們的銀行 希望最後的一個結果